好 我們看看天氣的狀況了 由於這一股巨大的北極低氣壓 逼近整個美國東半部地區 不只帶來破紀錄的降雪 還造成4000多艦航班 因此停擺 也影響到了超過9000多萬民眾正常生活 反觀美國西岸 不只天氣很好 未來幾天氣溫 還可能攀升到華氏80度以上 真的是東西兩岸一冷一熱 這天壤地別的天氣形態 鄧妮來了解 到處天寒地凍 一片雪白 厚厚的積雪 不只影響到美國東岸各地 道路與天空中的交通 造成交通大堵塞 一連狂下好幾天的雪 甚至讓美國民眾都無法出門 生活大受影響 還好這樣的情況 只要再撐過幾天 本週末就會好轉 下雪的地帶 正在繼續的向東移 所以在紐約那邊 差不多都應該停止降雪了 在華盛頓方面 還是比較11點吧 過了未來幾個小時 應該那個降雪就會停止 然後未來好幾天都沒有在那個降雪的現象 事後的未來一兩天就會非常冷 那個晚上的低溫到華氏10度左右 反觀美國西岸受到美東低氣壓的影響 造成高氣壓持續停留 天氣則是超乎想像的好 甚至連氣溫都可能沖上華氏80度 星期五星期六的時候 就預測是我們那個南郊就最暖的時候 都很多地方高溫都會超過80度 然後那個溫暖的天氣持續到下週的初期 然後到星期三星期四 可能終於有一波的低氣壓會影響那個有降雨的可能性 雖然美國西岸持續好天氣 不過馬西強提醒民眾 焚風季節還沒有結束 因此未來幾週的天氣狀況 仍不排除還會吹焚風 美西民眾外出遊玩 都要小心中暑 東新聞用至李仲瑤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1988 1991 2019年